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133期的亚当球鞋 我是你们的亚当 特步的篮球鞋你穿过吗 那如果你穿过的话 你觉得哪一双最强呢 那又或者说 你购买的特步的实战鞋款 实战性能是否优秀呢 反正在我做测评的这些年里面 穿过的特步的篮球鞋也已经是不少了 从林书豪刚开始代言特步 穿的那一个游戏四代 到现在我们今天的主角 这一双恶魔三代 那中间还有像清雨啊 战袄啊之类的 那可能已经有十来双了吧 但是这一些鞋款当中说真的 那如果我真的上场打比赛的话 这些鞋款都不会出现在 我选择的名单当中 当然林书豪二代 我暂时是还没有穿过 那如果你们想看 林书豪二代的测评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说一下 那如果有人要看 我尽量会给大家安排上 而今天这双恶魔三代 在我第一次实战的时候 真的有被惊艳的啊 那虽然它的配置是比较一般的 但是实战带给我的感受 真的非常的优秀 但是在第二次实战的时候 它却变得非常非常的辣垮 根本无法满足实战的需求 那为什么两次实战穿着 差距会这么这么的大 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 我是亚当 本期节目由您点赞赞助播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Auntilocal 走得美 不得wap 你来看 躺起不动 都很赚 不得bap 咋说脸 可以说我非常赚 刚才跑了个Van 又转谁是多晚 你问我是个啥子给酒 我其实不太该说 我给酒脸不是脸 它是幸福给的事业 我太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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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样子 我们还是从球鞋的大地开始说起 大地方面由一个一个像这种小鬼的图案组合而成 那是不是有一点像 反正我是想不出来它像什么东西 只能说它像这种小恶魔的图案 那如果你知道这一个图案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 而这样的纹路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在吸灰方面的控制表现的也非常棒 有一次我穿着这一双鞋 在一个灰尘比较多的场地上面进行实战的时候 只要我勤快一点去擦拭一下鞋底 它的抓地力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在别人都在溜冰的时候 我依旧可以拥有还算可用的抓地力 所以它的抓地力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在耐魔性方面的表现也是OK的 虽然我没有穿着过这一双鞋进行室外场景的实战 但是这一双鞋的外底相较硬度还算是不错的 并且纹路也是比较深的 用开来打一些像塑胶地之类的室外场地 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总体在大底方面的表现 这一双鞋表现得非常优秀 那这里我就跟大家说明白吧 这一双鞋的所有的优点全部在它的下半部分 这一双鞋的中底方面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双鞋的中底绝对是那一种追求速度感的后卫喜欢的类型 中底搭载了全掌的Dynamic Foam动力潮缓震合机 在缓震方面的表现 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的 那起码对于我180件的体重来说 它是完全完全不够用的 穿这一双鞋实战的时候 起跳落地的时候 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一双鞋的缓震完全是不够用的 不管是缓震的力度还是缓震的极限 这两方面的表现都非常的糟糕 正脚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 但是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 那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这双鞋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 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优秀 Excellent 那场地感非常棒 如果你是追求极致场地感或者反应性的朋友 那这一双鞋绝对会是一双非常棒的球鞋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购买一双 拥有优秀场地感 以及优秀反应性的篮球鞋 那这一双鞋我还是不推荐大家购买的 那到底为什么呢 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双鞋身上的缺点 一些我觉得完全无法胜任有一定强度的实战的缺点 这里说的是有一定强度 并不是高强度 那如果你打球的强度比较高的话 这一双鞋你是完全不需要去考虑它的 它根本就不行 好吧 这一双鞋最拉胯的地方就在于这一双鞋的支撑性 球鞋的中底有着一块面积非常大 并且硬度非常非常高的TPU键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它的中底抗扭性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这一双鞋的鞋面支撑性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太差了 好吧 完全可以说是不堪的 在第一次穿着这一双鞋的时候 或者是第一次上手拿着这一双鞋的时候 那这一双鞋的鞋面强度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那现在我摸上去 它鞋面强度也是非常OK的 但是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穿着之后 它的鞋面强度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下降 简直就像是连吃了五个跌停板的那一种感觉 那尤其是在它的鞋帮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双鞋现在鞋帮处完全就是软的 没有一点点支撑性 完全没有一点点支撑性 甚至还比不上一些休闲鞋或者是跑鞋 其实看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这一双鞋是绝对不值得购买的 对吧 但是我还是说说完吧 那希望大家可以保证一下我的玩播率 继续往下看 好吧 那如果你的实战强度真的真的很低 那它还是可以购买一下的 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好吧 那起码它在鞋面的包裹性方面表现也还算OK的 并且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 中底的重心也非常的低 大底也很宽大 中底的硬度也是比较偏硬的 所以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 那在重量方面 单只42码的恶魔三代重量是410克 重量也并不算是非常的轻致吧 但是还算OK吧 这一双鞋 亚能球鞋不会给出任何的评分 我的结论就是不要进行购买 好吧 那它的鞋帮强度真的是太低太低了 真的不能胜任有一定强度的实战 那如果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 就是不听我劝嘛 就是一定要买嘛 对吧 我有钱 我一定要买这一双鞋 那怎么办呢 在尺码的选择方面 我平时耐克穿42.5 李宁穿42 这一双鞋我选42嘛 在尺码方面是比较合适的 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 OK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的亚当球鞋 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 我是亚当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 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 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大家有空来做 Peace